这一题呢 甲跟乙要先判断 甲跟乙各是谁 甲呢上面有科度的 它是谁 那科度它没有写单位 甲就是目镜测围器 对吧 那乙呢 就是目镜测围器 目镜测围器 或叫载物台测围器 以我们学校的那个规格 它每一小格 代表的是10micrometer 实际距离 那这里第一小题 它问的是 在显微镜视野下 甲跟乙何者间隔大小 会随着倍率增加而增加 为什么答案是目镜测围器呢 那它指的不是 实际上的距离 因为实际上的距离 在目镜测围器是一样的 它指的是 当你倍率放大的时候 看起来变大 那我怎么说 它问的是 一格代表的距离变大 还是看起来变大呢 请看它的第一句话 在视野下 所以它指的是看起来 那看起来会变大的 只有乙 它放在在乌台上 当你镜头变高倍的时候 乙看起来会变得很大 所以它在视野下 看起来就变大了 讲的是视野下 所以这里答案是乙 是谁リズ? 雷费人ia 咱敬 咱敬